大家好,我是Dan APIC成员乔恩吉对持续一年多骚扰自己的私生犯提告了 去年7月,乔恩吉在埃及发文警告过私生犯 不要再来到家门口徘徊 这样也会给邻居们遭到困扰 而所属公司也是有多次向私生犯警告过 不要再跟踪接近恩吉 但是因为这位私生犯还是继续骚扰恩吉 最近也一直来到家门口徘徊 为了保护一人 8月25号,所属公司向法院提告了这位私生犯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不需要尊重他 这种人就这么放着的话 以后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真的是疯了 幸好现在提高了 因为担心私生犯 恩吉在家直播的时候也只是用语音 也不会上传在家拍的照片 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呢 太可怕了 啊,真的,为什么都这样发疯呢 是韩国人吗 突然想到那个跟踪哪样的等我私生犯 私生犯根本就是一个心理疾病 自己做的什么事情都会合理化 认为是为了对方 对方也会喜欢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真的很危险 所以追性也好,追异性也好 大家千万不要做出这种无脑的行为 OK 下个消息是 在鲁卡斯上传道歉文表示会停止活动之后 最初爆料鲁卡斯争议的韩国网友 今天再多上传了爆料文 你在表白的时候说的话都是用背的吗 一个字都不错 我跟中国粉丝听到了一样的话 我只看你的信 别的粉丝的信都不看 我很会看人 你看起来像是善良的女孩 你是第一个跟我联络的粉丝 所以要保持秘密 第一次恋爱是在19年7月开始 他对我说 现在开始你不是粉丝 是我的女朋友 然后告诉了我 9月会有的英国Burberry的行程 还说有化妆品 所以在洗完澡 在自己的床休息一下再走 我都说了现在是月经期间 所以不行 但是他还是一直要求 就这样交往了几个月后的19年10月 他说因为很忙要求分手 在SuperM去洛杉矶的前一天凌晨 见面跟我说 想要以朋友为吃关系 希望我能理解他最近有多辛苦 他说当时因为SuperM跟VCMV的行程很忙 而且MWALK MV拍摄的时候 因为一位成员一直出错 所以拍摄到很晚实在是太累 因为真的很累 所以他都在MV导演面前抽烟了 我说了我能理解他很忙 他对我说 希望能等他五年 五年后我会在韩国买房子 那时候我们再一起住吧 就这样没有恶意的分手后 第二天在美国又来联系后说 想念我 第二次恋爱是在19年11月到20年3月 11月开始因为休息时间比较多 所以又说想要交往 他在中午的时候 我们使用微信视讯 在韩国的时候通常是在饭店见面 跟我喜欢的艺人Lucas谈恋爱的时候 虽然是很好 但是他常常会开让人不愉快的玩笑 他对我说过 看到Chain发表结婚的新闻吗 有孩子的话当然要结婚 我们也要这样吗 也对我说了之前见过的女友们的身高身材 也常常对我说 学生时期因为交错朋友 所以在中国的按摩房 与中国女性发生了第一次的经验 自己在学生时期喜欢个子高的女生 但是个子高的女生 一般身体很像男生 所以开始喜欢个子小的女生了 在进入SM之前 因为朋友被流氓欺负 所以自己有趣与流氓打架 因为自己很能打 所以还收到了流氓boss的加入邀请 然后跟我之前说的一样 名品 饭店等所有约会费用都是由我支付的 有一次我跟卢卡斯约好在饭店见面的时候 我的信用卡刚好遗失了 所以我就问了他 能不能帮忙付一次 但是他说经纪人会确认他的信用卡清淡 所以拒绝了 20年 卢卡斯生日当天住的套房是在首尔外围 附近没有便利店 一到饭店他就说 香烟在哪里 我当然以为你会买来 为了那一包香烟 我凌晨搭计程车去便利店买了 他说他本人怎么弄出去 让我去买的 20年10月1号 他来到我自己住的公寓 说是因为中秋节没有行程 要跟Handley运运去看海 然后来我家 与我度过一下时间后 就跟Handley去看海了 最后是在20年2月4号饭店里见面的 最后我看到有网友们说 勿以类聚 为什么没有早点对卢卡斯说 我当时真的很喜欢卢卡斯 什么事情都想随着他 想要理解他 就这样过了两年 我每次问他是真的喜欢我 所以跟我交往吗 的时候 他都会说 我是真心的 要相信我 但是偶尔也会生气的说 不要再问了 我再说一次 我很忙 家里情况也是 在中国粉丝爆料之前 我根本就不知道 是与这么多女性在交往 我跟很多受害女性 到现在也因为 卢卡斯的所作所为 遭到精神上的痛苦 才停止活动几个月后再回归 真心觉得这是不当的错事 所以才会写下这篇最后的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两国的爆料者们 在看到彼此的内容后 因为更加生气 所以继续在爆料 所以做这种事 也要跟一个人做 跟好几个人说 一样的搞一样的事情 然后现在怎么还有人会护航说 女生们也一样怎么的 明明是卢卡斯彻底的利用了 真心喜欢自己的那个心 啊 退团 你退吧 不要再做idol了 哇 这是目前为止发生的 idol女友爆料中最肮脏的 现在部分海外粉丝们 还在攻击爆料者 说不相信他 中国粉丝 韩国粉丝们都在骂卢卡斯之垃圾 团体民事你一个人在用吗 不为其他成员们着想吗 没有你 还有22位成员们 以后也会继续有新的成员进来 不要再给他们造成困扰 赶紧退出吧 但是今天也看到了这样的留言 虽然在道德上 应该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不是吗 对于没办法 所以要再给一次机会这个留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